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说学逗唱的哥哥来了 请别忘记订阅我并按下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这个拔了智齿 肿着脸的无奈男子就是冲冲 在小月月的微博中 助理冲冲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名字 搜远鹏相关微博 被助理要求潜规则内心 我还是是去你的吧 那天特别吵 我说冲冲你能让我睡会儿吗 他说啊 我说你能让我睡会儿吗 他说好吧那你过来吧 当时懵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助理叫冲冲 他最近一直想学相声 我让大家帮我评判一下 他到底能不能说相声 我让他给我讲讲相伙 看我能不能笑 好不好 来冲冲 不要紧张 我想半天了 我这相伙 可好笑 你露面吗 别露面了 都露了 挺好 别露 别露 没说了 有天晚上啊 月黑风高 二哥 刘小婷啊 他有一个发导 有一魔镜 一镜子啊 他有指的那镜子问啊 魔镜魔镜 请问 世界上最帅的人 是谁 魔镜怎么回答呢 魔镜就说了啊 是谁在说话 我看不见你啊 是谁啊 帮你 不把 掉进一个箱子里头了 但是 出来的时候 我是变成个鸭子 你说这为什么 有一个箱子里头 变鸭子 真不容易 你怎么厉害的 助理冲冲和老板月云鹏 长期以来 都是相爱相杀的关键 我有个助理叫冲冲 他一直跟我说 最近我特别的不幽默 特别的不好笑 这样我稍微的试一下 我给大家讲几个笑话 有个小孩叫小明 小明上学 上学的时候 同学笑话 他说哇 小明你的头型 好像一个风筝啊 然后小明特别委屈 特别生气 就跑出了教室 然后他就跑啊跑啊 然后他就飞起来了 再讲一个啊 有一天 小蚊子找到妈妈说 妈妈妈妈 我的爸爸死了 蚊子妈妈说 蚊子妈妈说 你爸爸为什么死了 你们不是去看演出去了吗 蚊子说 对对对 然后观众一鼓掌 我爸爸就死了 我相信你笑了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啊 有一天 小向日葵 看到妈妈在嗑瓜子 小向日葵就找到妈妈说 妈妈妈 你在吃什么 然后妈妈说 我在吃你而已 月月把烧菜的料包当成茶包 给冲冲服用 我去你师爷那儿的师爷给我倒茶 行 这是一种房层 哎 行 这怎么用 放急了 好 都喝小茶 说这茶怎么叫麻呀 这不叫麻 这是舌面上的收敛感 挺麻的 舌面上的收敛感 宝贝 冲冲一战成名 是从老板岳云鹏要求 把自己批成斯曼南开始的 岳云鹏要求助理冲冲 把自己批成漫画中 走出来的美男子 冲冲一开始说做不到 禁不住老板加钱的要求 交出了成果 果然把老板批成了漫画中的男主角 这还不算 老板要求做一张牛年的宣传图 冲冲很有创意 做出了这张刨钉解释图 对了 对冲冲来说 岳云鹏不仅是老板 还是师父 冲冲本名徐奥冲 一名徐小竹 河南人 是岳云鹏的三徒弟 今年25岁的冲冲 2015年进入德云艺术传习社 2016年钢丝节上 拜师岳云鹏 同期拜师的还有两位师兄 刘晓廷 尚小菊 不过 因为冲冲来的晚 学习时间短 不像刘晓廷 尚小菊 两位师兄 2009年就进入德云艺术传习社学习了 徐小竹 2015年才开始学习 目前还很少登台演出 他的主要工作 是跟着师父岳云鹏 给师父做助理 但是这个助理 却因为欺负师父出了名 要过年了 冲冲给老板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 小岳岳很是高兴 立即发红包 并且问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没想到冲冲回到 这是用沙雕的 是一副沙壁画 气的小岳岳在2021年 新年来临之际的新年愿望 就是换助理 然而岳岳很快就收到了冲冲的消息 老板 我看你挺忙的 要不要我回来帮你 岳岳赶紧回答 不用了 冲冲又继续说 我最近厨艺进步很大 岳岳立即又以 我最近都在蹭饭为由 婉拒了 冲冲继续提出 自己拍照技术有进步 于是岳岳就直说了 我一个人真的挺好 没想到这时候 冲冲放大招 上了一个 要不要一起爬山的表情包 拿爬山梗 直接威胁师傅 岳岳立即回复 我明天就去接您 就是千里山给您说了 有啥 刚刚一日 我又来一种 用手拿推的那个 你早晚不用了 我早晚不用了 这个 它有三个技能 一技能是 一技能是 二技能是 三技能是 这个 你 你养的电影 到现在都没进去 我演的电影 到现在全是电动作 不止这个 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演的 金饼侠 这个 他都是另一个 从金乐队 虽然大家知道 这些都是岳云鹏和冲冲 故意搞出来 逗观众的梗 但是 还是会被他们 相爱相杀的段子 笑坏肚皮 这两人经常上热搜 就像是 眼连续剧一般的斗嘴 能这样看玩笑 也是说明 岳云鹏跟徒弟们的关系 超级好 而实际上 岳云鹏自己也说过 冲冲和自己 有亲戚关系 冲冲 也的确是岳云鹏 身边忠心耿耿的助力 师傅去西藏录节目 冲冲也跟着 照顾师傅 各种演出 拍摄 岳云鹏身后 都有冲冲的身影 真是师傅背后的男人 现在的冲冲 偶尔会出现在 德云青年队的演出中 冲冲最近拔了牙 脸肿的像被蜜蜂遮过了 没法漱口 于是 想出了被动漱口的办法 虽然在相声舞台上 经验还不丰富 不过有岳岳这样的师傅 还自带幽默细胞 冲冲 徐小竹 也值得大家的期待 希望小助理 他开着旅居家的电单车 去看德语说 天桥新街口 三千互管 互管他都取货 今晚演出的演员 酸的伤势他最喜欢 他回到家里 打电话 让我唱叫小班 他总是 只留下电话 好吗